中文都愿意不说 凭什么说你能代表中国人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联合国会议上 曾出现过这样一个奇特的场面 一位中国将军 因为另一个中国人 为使用汉语而大发雷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军武军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故事 武修全将军 这一时期新中国刚刚建立 国力还比较弱小 中国的合法席位还没有得到恢复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在联合国内 暂时形成了两个中国代表并存的局面 1950年11月28日至29日 联合国会议围绕两个议题 进行了激烈辩论 一是中国控诉美国侵略案 二是美英六国控诉中国侵略大韩民国案 会议上的焦点人物 新中国代表武修全 就这两个议题做出了郑重发言 他一方面控诉美国阻止大陆解放台湾的做法 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武装侵略 另一方面严厉驳斥了所谓中国武装侵略大韩民国的说法 语调激昂 据理力争的武修全 给各国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各国代表倾听武修全讲话 然而在当时以超级大国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会议上 形势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29日 美国利用自己对联合国的巨大影响力 安排韩国代表第一个发言 同时让英国等盟国制造舆论集体向中国施压 对此 新中国代表团已退为进 采用冷处理的办法 表示抗议 拒绝参加讨论 美国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 会场上几度陷入沉默 作为美国的小跟班 台湾当局怎么会放弃这个讨好老大的机会呢 历史学家出身的蒋亭福 用英语发言 台湾当局的代表蒋亭福 福在发言中对美国出兵侵略朝鲜的事实进行辩解 对美军的暴行进行开脱 并且妄自以中国的立场 宣称美国从来没有干涉过中国 台湾代表蒋亭福 虽然在演讲中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代表中国 但是却在发言中 自始至终使用英语 全然忘记了汉语在联合国创始时 就是官方工作语言的事实 登陆联合国官网 我们可以找到 阿拉伯文 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 和西班牙文 六种工作语言 即使在与中国同胞讨讨论问题的时候 蒋亭福也没有说一句中国话 其眼神更是多次瞟向美方 蒋亭福和美方代表 蒋亭福的言行让伍修权感到十分愤怒 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 怎能弃之不顾对他国俯首帖尔呢 等到蒋亭福发言完毕 伍修权立即向会议要求临时发言 伍修权将军在演讲 他愤慨地说道 我怀疑这个发言人是不是中国人 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最常用的中国话 他都不愿意使用 他根本无权代表中国 伍修权的发言 是蒋亭福备受打击 汉语在联合国设立时 就是官方语言之一 对于说英文的台方代表 伍修权表示了强烈面试 在随后长达二个小时的讲话中 伍修权据理力争 以事实为依据 对美国及台湾代表 进行了博士与谴责 为了更好的认识世界和充实自己 普通人学好英语或其他外语是绝对应该的 但是在特定场合下 官方代表一定 要维护好汉语的地位 这是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发出的最初声音 赢得了很多国家的赞誉和掌声 伍修权在会议上发出了新中国的声音 新中国代表对世界超级大国的强硬发言 也激起了对方的抱负 12月7日 美国操纵联合国多数通过决议 将诽谤我国侵略的提案 列入联合国议程 中国代表团在这一颠倒黑白的提案通过后 愤怒的离开会场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美军坦克 在那个年代 敢对美国说不得国家是极少数的 12月16日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离开美国的前夕 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资产 这其中就包括中国代表团 带到美国存在当地银行里的经费 所幸的是因为即将回国 中国代表团大部分的钱已经取出来了 最后只有680美元 被冻结在那里 损失不大 依托自身强大的军事 经济实力 冻结别国资产 至今仍是超级强国 美国常用的制裁手段 事后美国有的报刊评论说 新中国的外交强硬 是蒋介石政府所不能忘习向背的 伍修全将军事后的回忆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 即使顾维军先生的演讲 能赢得满堂喝彩 也依旧改变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1950年的联合国会议中 武修全将军虽然慷慨激昂地怒斥了他国的污蔑 但也依然难以扭转整体上被孤立的被动局面 图片中低头落寞的人 是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巴沙尔贾法里 历史一再证明 世界法则从未改变 弱国的外交官 即使再有理 也难抵强国的实力碾压 只有背靠一个繁荣 富裕 强大的祖国 外交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 香港人 国前 民众 本党